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二节目 二场的论坛 虚拟的娱乐市场 线下的新商模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人物来跟我们分享 包括线上跟线下 那我们都知道 今年到现在呢 其实我们经历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冲击 全球的人类我们的文明 因为这场疫情 那so far呢 其实全世界都还在suffer这件事情当中 但相对的我们国内因为疫情的掌控比较好 所以说其实是比较OK一点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其实我们实体的线下的一些服务 那当然除了受到这次的冲击之外 我们原来就已经受到了很多来自线上的一些服务 或者商业机制的一些侵蚀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不管是过去就受到一些online的一些挑战 或是今年因为这些疫情的状况 我们该如何来应对 那补充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 我是星光三月的总公司内容中心总监 陈欣问 那我们这个单位的成立也是 我们去年才成立的 也是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来整合线上跟线下的一些内容 来对我们实体零售业做到更多的帮助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其实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重量级的朋友 来跟我们分享 两位线上的是 现在人在纽约的这个 Showfields的执行长 Tel Nathaniel先生 另外一位的话 是现在人在巴黎的DV Group的工作室的总监 Eric Fontan 那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就是 我们HTC Vive Originals的总经理刘思明 也有我们国内的很重要的 前一阵才有一个很棒的活动的 高雄市的电影馆馆长杨孟颖 总共四位我们透过线上跟线下 我们先由两位在线上的朋友 来跟我们做一个speech 接下来的两位的话 会和我共同一起在后半度的这个panel 这个论坛的部分来做更多的讨论 那我们也欢迎就是现场的朋友们 还有线上的朋友们呢 来跟我们提出一些 你们想要问的一些疑问 我们会在待会最后的10分钟当中呢 来提供这样一个QA 好 那首先呢 是不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我们在纽约的伙伴呢 嗨 Tel You see me You see us 太好了 太好了 他已经在线上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我就不要再占用 用今天非常宝贵的时间 我们就来请今天的这位 第一位 Telz V. Nathaniel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新冠肺炎 是毁了我们的零售通路 还是其他 还有就是未来的场域 以及行销革命 我们欢迎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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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临售业受到疫情严重的冲击 但是全球的临售业 正在寻找 更创新 让消费者更能够耳目一新的方式 来呈现 众多的品牌 用更新的方式 来去诠释各个品牌的呈现的方式 我们要脱离在过去的思维的方式 在show fields 我们用一个最展现的方式 让观众来去发掘 来去参与 来去探索品牌 跟艺术 让我们将一个show fields的店面的展开 就像我们在线上做一个网站一样的简单 将传统的零售的店家的思维的模式完全打破 用最新的最艺术的跨界的方法来呈现众多的品牌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要跟 单狼先生讲一下 还是我们的声音是不是 大家请先稍安勿躁 我们赶快来处理一下这个状况 感谢观看 通常这个时候呢 就是主持人要负责来稍微缓解一下现场的尴尬 当然我并不适合唱歌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他的声音回来的话 请工作人员随时跟我说好吗 我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位 就是show fields的CEO Nathano先生 他本身是一个以色列人 可是他在纽约那边呢有非常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创业的经验 那show fields这家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整合了很多的艺术家和实体零售业 所呈现的一个新的一个offline的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那我希望待会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声音 因为他的简报我大概看过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跟我们分享了就是 在纽约的 他们从2019年成立的这个show fields这样子的一个show case 这样的空间之后 我印象中好像去年就有将近十万人的一个去参观的一个数量 那今年呢即便是受到新冠肺炎一些冲击 但是仍然非常受到好评 那除此之外他现在也在安排说是否在 就是在博罗里达州的Miami这样的一个城市 然后也来开他们的第二家分店 那show fields呢他们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就是 他们同时了去媒合了既有的一些品牌的商家 比方说一些时尚的品牌 所有一些相关的类型 然后也包括了就是当地的一些艺术家 来提供了一种三方合作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B公司新光三月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明年我们会庆祝新光三月的30周年 那其实长久以来我们是非常深耕本土的一些艺文的活动 那打个比方大概在两周前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去看过 就是我们在我们A11的四楼的户外 我们才邀请了幽人神谷 在我们户外来进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一个 他们的表演 因为以前大家所周知是 幽人神谷会出现在类似像是国家剧院之类的殿堂 或者是他们的山上剧场 一个非常山林的地方 但是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 把山林间一些良好的一些良善的一些讯息跟价值 带来我们这个俗世当中的俗世 A11是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它是我们在信誉区的起家店 它大概是1997年成立的 那个时候旁边都走一片的荒烟漫草 据说第一个进来的客人是一只青蛙 那我们这次文策院所办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这个TCCF呢 可以十一的六楼的室内空间来进行的 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二号 我们可以听见了吗 我们可以听见他的 太好了 嗨 大家可以听我吗 嗨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刚刚 音效没有过来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Tel 我是Show Fields的CEO 还有开创者 我其实是以色列人 成长在以色列 大概在八年前 我跟我的家人搬到了纽约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搬到纽约的时候 我其实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孩 一样那么开心 好像要去迪斯奈乐园一样 我非常的期待来到美国 希望看到美国的街头 有这么多好玩好看的丰富的事情 后来到了美国 我一点一点的就发现了 我想象的这一些 美国的这一些很美妙的东西 其实并不存在 其实并不是像我本来想象的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逐渐的 我觉得美国在我心中所代表的 这一些所谓的一些 有像魔法的一些很妙的地方 其实是藏在街头巷弄之中的 那么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Show Fields为什么会存在 Show Fields他的主要的就是 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魔术的感觉 能够分散给大家 越多人越好 什么是魔术的美妙的感觉呢 那也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东西 很像魔术的时候 你是第一次的感觉到它 你觉得非常的惊讶 又惊喜 你产生了连结 你觉得你是属于这个地方的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心中的感觉是如此的兴奋 你恨不得赶快跟别人分享 但是这样一个感觉 在过去是 大家比较常去感觉到的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却越来越陌生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创造 Show Fields 来创造一个新的 一个零售的体验 什么是Show Fields呢 它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店 为什么讲说它是最有趣 那是因为呢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 现在有非常多美丽的 很棒的品牌 有很多杰出的艺术家 但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他们 所以在我们的店里面 我们的顾客进来了 他可以在这边同时看到 艺术的展出 作品装置 还有品牌 同时的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的第一间店 在左手边 这是在纽约 纽约是在庞德街11号 大概是这个14000 这样子一个平方尺 这样子 那么我们其实在 接下来就会 迈阿密的一家店 就会再开了 大小差不多 那么大家听听看 这个Show Fields 这两个字 有两个地方 是Show 那也就是说 里面有60% 它是一个艺术的展览 是一个美妙的 像美术馆一样的展出 Field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产品的展出的地方 所以是把艺术跟产品 结合在一起 去做一个沉浸式的故事的展现 我想要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一场旅程 是怎么样子走到现在 这一个时间点 同时也会跟大家讲到 COVID疫情怎么样影响到我们 我们怎么样子的能够应付疫情 做出相关的应对 一刚开始 Show Fields的想法 是希望创造出来 一个独特有趣的空间 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能够把这个品牌 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中 呈现出来 当初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 大家去买东西 零售会觉得 环境不是很好玩 而且又很贵 而且很多的这些 很多的这些品牌 也不能够去进入零售的窗口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在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之中 把这个你今天建一个新的店 或者做一个新的店 变得跟做网站一样 所以今天有一个品牌 他要在这边展示他们的 这个作品的时候 展示商品的时候 从设计跟制造 从帮他们的员工的安排 资料跟分析 我们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是我们可以去提供的 而且而且我们的实体商店 作为品牌网站的一个延伸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工具 例如说在实体之中 这个顾客他的实际的消费的行为 我们可以跟线上做连结 那在最后 我们最后吸引了300个不同的品牌 在过去的18个月 也就是大概两年前 我们正式的推出之后 其实有小的品牌 大的品牌都跟我们合作 比如说有些品牌 他才刚刚几个星期之前 才成立的 比如说Shopify Shotify还有亚马逊等等的 不同的品牌 都愿意跟我们合作 还有另外的一个挑战 是我们想大家应该能够感同身受 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给大家带来灵感惊喜的 一个零售的商店 而且同时这样一个地方 是你觉得有一个真实感的 而且 而且是大家觉得 可以感同身受 想要跟前友去分享的 所以我们希望 不是说来到这边 大家来造一个IG的照片就好了 大家来到这个里面 他觉得 其实现在观众可以去分辨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 大家觉得这个商店 怎么样做的有趣 大家想来 但是又不是流于出俗跟浮面 所以我们的商 我们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跟艺术家合作 把店当做他们的家 当做舞台来结合商品的呈现 所以在最后 我们在过去做了这个 三百个不同的品牌 而且来模糊艺术跟品牌之间的一个将界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 在这样一个场域之中 跟艺术家 跟全世界的艺术家 我们给他一个舞台 给他一个舞台 我们给他资源 给他工具 能够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 他可以讲他自己的故事 把他的一个概念发展出来 同时又能够结合这一些零售的品牌 所以今天大家来到了这个里面 并不是指说我来这边拍一张照片 网红很喜欢拍这个照片的感觉 而是其实它里面 是有更深层的意义的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 我们在纽约的店铺里面 一些实体的照片 所以每一个片刻 都有非常多的露出 而且都是由不同才华洋溢的艺术家 他们所打造出来的场景 而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也非常成功提供了一个舞台 而且让艺术家有发挥的空间 那么这边是show field的简单介绍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觉得接下来因应疫情 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发展零售 那其中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看过去的历史 回到2001年 当时呢发生了科技泡沫 科技泡沫刚刚破裂 然后呢很多的报章杂志都讲到说电子商务已死 那个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 但是呢同样的这种感受或者是氛围 其实大家也这样子看待灵兽了 今天好像是如此 可是现实是其实灵兽它已经存在好几千年了 而且呢不会死亡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不一样了 我们要思考的是灵兽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当然现在灵兽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思考各种不同发生的可能场景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趋势 它是显而易见的 它也会是未来的一部分 首先呢电子商务会持续成长 但是呢它的结果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进到市场里面来 它其实会在取得消费者方面呢会增加成本 就是说更多的品牌 它要去找到另类替代的方式来争取消费者 而我们会看到的现实状况 就是线上的品牌它会有实体店铺 而现在呢比较常看到的趋势是实体商店 有网站这个叫做连结式的零售 第二个趋势是品牌需要更有弹性 不管品牌是大是小 接下来几年所有的品牌都需要更具备弹性 当然你要照顾到资产负债表 但是同时呢你也必须要把更多的资源 放在内容上面 而更少的资源放在这个固定的支出 弹性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趋势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 就是体验这件事情 新冠肺炎呢 其实它就是划出了很清楚的一条线 让我们知道说哪一些是必要的 必要的商品都可以在线上购买 非必要的商品呢 我们其实必须要再更加把劲 也就是说要让消费者离开家 实际去消费或是购物非常重要 所以体验呢就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所以我们讲到了内容的创意的时候 我们要去连结线上跟线下的世界 比如说以我们的店铺来说 在过去几个月来 我们就推出了很多不同的技术 比如说呢 这个Magic Wand 魔法棒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程式 它让大家呢 可以在APP上面呢 去浏览 然后呢 用一种无缝的方式 来了解店铺当中的空间 还有特色 然后呢 去判断他们比较喜欢哪里 比较不喜欢哪里 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呢 其实呢 就可以让这个品牌 它不太去重视说 到底这个销售是来自于线上还是线下 因为它把两者都跟客户连结了 那再来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重要 因为呢 我们就让品牌呢 它想要走线上的时候 不用签很久的约 它可以很容易哦 比如说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的方式 来这个开这样子的店铺 更多的弹性 再来不只是时间有弹性 空间也有弹性 你想要用这个一平米 还是一百平米的方式来开店呢 让品牌它能够有完全的主导权 不只是在时间方面 在空间的运用方面 更有主导权 再来呢 我们讲到的体验是零售 刚刚有讲到 理想的体验就是你可以传达品牌的故事 而且你可以让消费者用到更多的感官 不只是在线上所看到的内容而已 不只是视觉的体验 还有触觉 还有嗅觉 听觉等等的体验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它就可以让消费者很快的可以投入其中 让他们去探索 去考虑 再来呢 做购买 所以很简要的跟大家谈哦 我们为什么会在全球拓展 其实我们觉得 show fields的未来哦 我们会把零售当成一种服务 RAS 不只是会开更多show fields的店铺 我们也会去协助现有的这个房东也好 或是百货公司也好 或是品牌也好 它本来就既有了空间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工具 让他们把既有的空间 变成一种弹性的环境 以上是我的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不好意思哦 刚刚刚一开始有一点延误了 还有声音也一开始有点问题 不过我非常期待能够回答各位的问题 谢谢 我们一掌声来谢谢Tel 非常谢谢Tel 然后也请Tel继续在线上 再待一会儿 我们待会儿座谈的时候见哦 Tel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冲击 因为我们看到e-commerce is dead retail is dead 到底谁会活下呢 我告诉你 现场今天所有人 还有online的朋友们 你们都可以活得下来 我们要感谢文策院今天办了这样的 这么棒的活动 把这么多好的讯息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刚刚Tel分享了非常多 很棒的一些概念跟实力 其中当然有些就是要如何跟我们的老板来谈一些事情的部分 跟老板的沟通也很重要 待会儿的话可以请这个HTC的刘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要如何跟老板来做些沟通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已经上线了就是我们邀请了在巴黎的EV Group的工作室的总监 大家好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见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这个Monsieur Fontaine 他开始我就赶快下台了 他今天要讲的题目呢 是虚拟现实的未来 疫情冲击下的新商谋策略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巴黎现在是凌晨四点钟 而且呢我昨天才刚刚帮老婆过生日 如果呢精神不太好的话 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 我是Eric Fontaine 非常高兴跟各位在线上见面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 还有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跟各位见面 我自己的背景呢 其实是做传统电影的制作制片 那这个是我过去的参与的作品 但是一直以来我对于新的技术都觉得很着迷 比如说这个光眼的这种捕捉 或者是这个即时动态的捕捉 这个我待会会跟大家再多说一点 除此之外 我对VR还有XR虚拟还有延伸实镜也都很感兴趣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技术 我在2018年加入DV Group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主要的业务就是为零售业 还有这个精品产业创造创新的360 VR跟XR的体验 那我们会去跟比如说LV啦 香奈儿啦 Prada这样子的品牌合作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创意内容方面的一些作品 其中包含了比如说零售啊 或者是广告方面的作品 给大家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它其实就是制作原创 而且可以授权的沉浸式叙事性的体验 然后把它当成一种新的娱乐选项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电影公司 来解决他们最严峻的挑战 我也会来跟大家讲怎么样从电影再跨界到VR 那我们知道说在实体的电影票房是下滑的 比如说就像是以前的零售业一样 大家比较少进电影院看电影了 所以说感觉好像美国在 还有在西欧的票房是有成长的 当然就是 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要是北美跟西欧的数字 可是呢 其实 这个所谓票房营收的上升比较主要是来自于票价 在过去十年来的涨价 它其实比较是因为票价上升的关系 因为我们有看到像是比较顶级的戏院 像是IMAX或是Dolby的剧院 但是呢 如果我们实际去看到这个票房的结构的话 其实来看片的人数它是下降的 特别是在Z世代 就是15到25岁的这个族群 他们进电影院的比例 或者是人数是下降的 那其中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像是全球的房地产的 价钱又是上涨的 所以呢 可是看到票房这个人数呢 又下降 当然法国的数字不一样 但是呢 在其他欧洲的地区 还有北美大致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 这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大家看待电影的价值 好像是减损的 比如说像是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这样子竞争对手的出现 就导致了电影 大家对它的看待的价值下降 再来我们又看到很多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 它可能是用4K或是Dolby Vision 这样子的电影有所产出 成本又很高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非实景娱乐 这样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那么最重要 现在大家很关注 到底时间花在哪里 所以电影必须要去跟社群网络 要去跟电竞来竞争 而且呢 现在变成时间非常的宝贵 所以刚刚Tel他也有讲到 就是对于零售来讲也是如此 在做零售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说 到底全球 你要让消费者离开家里面 你给他的体验会是什么 你要让他去离开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你要怎么样子去竞争 然后另外你也看到 像是Amazon Express这样子的服务 如果是有这些服务的话 为什么还要去零售商店呢 一切在家里面随手可得 而且呢 有这么多好用的工具 为什么大家要离开家里 那我们再去思考到解决方案的时候 有几种步骤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去打造新的形态的体验式娱乐 基本上来说 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思考新的娱乐形式 它提供的是沉浸式的实景娱乐体验 它是有包含XR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去找到这种新的形式 去做测试 并且呢让它可以扩大经营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因为在过去几年来呢 对于VR的娱乐来讲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先不讲VR的电玩呢 我们讲的比较是叙事性的VR体验 我们讲到说要让它的规模可以扩大呢 就是从单一使用者的这种使用 要把它变成比较大型场馆的体验才行 那么所以第一个步骤呢 就必须要有 不同的这种足迹 而且要有专门的场馆 针对不同的场地来进行设计 也就是说现有的场地呢 它本来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型的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把它扩大 变成比如说剧场 剧院型的这种场地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要打造索月的IXRT 就是沉浸式的跨界现实剧院 那么2017年就有一个 爱丽丝梦游先进的虚拟实境剧场 它其实是在坎城影展开始的 想要做概念的验证 来看看我们可不可以打造一种 XR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个 这样子创新式的体验 它结合了VR还有呢 实际的剧场以及及时的演出 那这是因为有技术的支援的方法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 及时动态的捕捉 让观众也成为剧场的一部分 它这个是相较于 以前观众处于比较被动的 这种方式 也有别于电影院里面比较被动的体验 那第二个专案呢 当时我们也发展出来 并且让它规模扩大 它叫做的 Horrifically Real Virtuality 这个也是从坎城影展出来的一个专案 它一开始它比较像是我们技术上面的展示 来使用虚拟的这些制片的工具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叫我们把它简称叫THRV 后来它也成为我们公司 转向商业售票的第一步 那么这个案件就讲到这里 但是我现在可以来看到 这个是在2019年的ABR ABR是基于一个IP的体育场规模的XR的体验 它一刚开始我们做的是比较小的规模 那么这个APR ABR我们现在变成 可以用这个IP去发展成一个比较大的规模 那么它讲的是一个延伸实境的体验 希望能够成为LBE行业的世界第一 目标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叙事 身临其境的一个show 这个show是值得观众去花两到四个小时 离开他们的家 去做这样一个体验 就好像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 电影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思考 今天要吸引观众离开家里 然后要愿意心甘情愿的掏出钱来 就好像去电影院之后 观众他就还会再去一个主题餐厅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主要目标 是提供一个更强烈的情感的分享 提供观众更好的记忆 来去增加观众心中的一个 对于这个商品的价值感 来问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你愿意每一个月 或者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星期 你愿意花多少钱去做体验 或者是说一年大家会去游乐园三次 那么来去做这个体验 他觉得有没有价值 愿不愿意掏出钱来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来看到我们之前在加拿大有推出大概是30到70这样一个价钱点 那当然还是要看你一次要带进来多少人 他的这个地点是100到200平方米 一个单人玩的大概30个平方米 通常你如果做这样一个商业的模式的话 一次6到12个客人进来的话 你大概一到三个月就能够打平 但是真的是要来看到的 你初期投资了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面 还有你现场要有多少的实体的演员 就才会取决 就会决定你什么时候可以打平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 如果它是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商业模式 一次就是90分钟 一次可以 甚至是高达三个小时 一次可以240个人 那这个是高利润的 关键是提高客人每小时的一个翻桌率 那么这样一张票价就可以卖到70元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讲到 这个是我们的旗舰点 希望能够在美国推出 到最小是1000最高的话 是到9000平方米 他的利润非常的高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带进大量的客人 而且我们来看到每一个小时的客人的人数 我们可以把它提升 同时提高大家对于高票价的接受 这是第二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我们的特定场地 我们场地的选择是关键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思考看看 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在怎么样子的城市 怎么样的国家 或者是哪一个地区 哪一个大楼等等的 是比较好的目标市场 是这个地方的人士 对于这样一个服务能够接受的 而且我们也要有良好的伙伴关系 例如说营运者是谁 投资方是谁 那当然也要有地产方 地点的拥有者 这样子的一个business model 才能够走得长久 第三点就是必须要投资了 因为我们要训练当地的员工 跟训练当地的合作的伙伴 才能够满足各地的行销管道 那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例如说内容的制造 是可以跟当地的厂商来去合作 比如说针对不同的地点 我们可以创造双营 跟当地的内容创造的厂商 一起去合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我们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场馆 设计的过程 这个叫做黑色迷宫 这个是第一座的跨界现实的剧场 未来的剧场 这是我们在美国要做的一个计划了 将故事跟尖端XR技术 结合的一个娱乐的体验 因为时间的原因 没有办法讲得太细 就好像是去看一场电影一样 你人必须要去 然后里面有这个两到三个不同的秀 你可以去选 它是一个沉浸式的XR的这个剧场 那么可能每到两到六个月 这边的秀就会去变换了 在2019年 我们的LBE跨界 实际的娱乐成长得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 实际的数据 这边主要的是美国市场 从Live Nation白老会 音乐现场活动主办的 沉浸式的娱乐 其实通通的都是成长 沉浸式娱乐的成长率 高达了8.6% 沉浸式的剧场也是在成长 但是到了2020年 因为有以前 那很多这些LBE location-based的娱乐 也都暂时的停止了 所以很多人问 怎么样子去调试呢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推出的是 一个更新的 那么这次要跟TCCF的 创意内容大会的大家 首次介绍的 这是我们才刚刚研发出来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细节讲太多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叫做Nino Nino它是来去创造人类连结 利用Live数位分身 来创造人类的连结 我们为许多的行业提供虚拟人力资源解决方法 虚拟生产远端工作活动零售电话客服中心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 结合云端的科技与人工的智慧 而且是传统有别于传统的这样一个结合的方式 那么实际内容是什么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hello at nino.ai 可以写信给我们 那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同时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工作人员来 塞一下台上的桌椅 来方便我们进行下一阶段的过谈 谢谢大家 冯冯先生非常不容易 我清晨四点钟脑袋还这么清楚 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很棒的内容 看起来昨天帮老婆过生日 应该是能量满满的感觉 我们要学习一下 那听完了两位国外朋友的speech之后呢 接下来就回到就是 我们邀请了两位也是国内重要的人物 来跟我们多做一些言人声和分享 那第一位的话是我们HTC Vive Originals的 刘总经理刘思明 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 他要装一下他的翻译机 第二位的话是我们高雄电影馆的馆长 杨孟颖 杨馆长 杨孟颖 杨馆长 谢谢你 我们看到那两位国外的朋友已经上线了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接下来这个阶段的座谈 那刚刚两位国外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们在国外既有的一些案例 那也甚至提供了一些商业模式的可能性 那我个人听起来我很粗浅的 觉得也非常是可行的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请了二位的业界的前辈 尤其是刘思明 刘总经理 那过去在这个文化创业产业的一些背景 然后现在就是摇声音变变成科技人之后 那这几年来在HTC VIVE的一些整合 相信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是不是首先就先请刘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最近的一些重要的project或成果 好 谢谢 我是思敏 那个 我现在带的是HTC VIVE Originals的团队 那HTC其实进入了VR产业以后 其实是以创造整个VR生态系 作为整个的企业的整体战略 那我们等于是负责内容的第一线 所以其实在一个新产业里面 负责内容的第一线其实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必须要从原料的制造到原料的制程 从供应链到制作链 甚至到销售都必须要去考虑进去 所以从两年三年前开始 我们整个分成四块 四个领域在做 第一块其实就是针对VR内容 针对VR内容进行开发跟制作 所以在包括VR电影 从我们第一部跟蔡明亮合作的 贾埃兰罗斯 他在2017年就入围了威尼斯音展 然后接着我们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 找了五位华人导演 我们做了五部VR电影 这五部VR电影在去年2019年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甚至我们一曲进入了威尼斯音展的入围了 我记得入围了五个 竞赛类四个观摩类一个 那是包括赵德云导演在内 我们五位导演尝试了不同的叙事方式 那今年接下去我们再跟其他更多的导演 有更多的计划 电影这条路是继续往下走的 那第二块是有关于音乐领域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那个A11 就他们家 他们家六楼 我们刚好 我做了一个跟安普 然后跟有机工作室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就是说 其实音乐的VR的MV 在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普遍 跟可以见到的 可是我们把音乐的VRMV 做成六轴 六轴的 你可以在空间中游动的 然后结合智慧的体感椅 体感科技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里面可以飞来飞去 这件事情未来 我会把它放到演唱会的直播跟转播里面 所以你会跟着摄影机的programming 跟着体感椅 你可以在整个演唱会的现场 你可以飞翔 你可以转动 这音乐的部分 我们继续在做 动画的部分 我们两年前我们跟法国合作了 Gurumi Eyes Gurumi的眼睛 现在也在高雄电影馆 有很好的成绩 今年我们进一步 跟我们本土的动画团队 叫旋转西牛 他们很酷 他们是做捏面人 他们捏面人出身的 所以我们做的是个偶动画 偶动画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你必须把那个偶先捏出来 然后一格一格拍这样 然后一秒比如说24个Friend 你一秒就要拍24格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VR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不可思议的 所以每次我一讲到这个事情 然后同业都对我投影这种不可思议的眼神 然后你怎么可以对团队这么残酷 所以对于内容的开发 我们始终没有停止 第二个是对于平台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块 就是有关于VR内容的 to be的区块链的交易平台 那为什么是区块链 其实真的不是为了感知 区块链其实是在保护 整个版权的交易 同时让交易的过程是透明的 这里面因为含的是高价的艺术品的交易 就像我们去年跟日本的小松梅雨 我们合作做了一个祈祷 这也会放在上面去进行贩售 同时会搭配一个TMS的VR的放映系统 线下放映系统 去针对to be去做特定的授权 这是我们第二块在做的 另外今年吉亚区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结合了容积摄影 我们要做真正的虚拟演唱会 那不是说市面上的虚拟演唱会是假的 只是我们做的那个会比较真一点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 我们会从手机端APP开始做到PC 做到VR里面 最后一块是做线下通路 线下通路的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线下通路这一块就像刚刚Eric讲的 如果你不能够去创造 你不能够去创造他在家里面 比他家里面更多的享受 他是不会走出家里面进入到这个场域来跟你一起消费 并且把钱掏出来的 这块其实我们在上个月 刚好因为今年很有趣 今年威尼斯迎展因为COVID-19的关系 我们讨论出了一个方式 就既然不能够在威尼斯进行 所以威尼斯迎展说那我就找全世界14个最好的伙伴 在14个国家15个城市做落地的营展举办 所以他在丽雅的部分是我们负责跟他合作 然后我们寻找了国兵戏院一个这么老牌的戏院 你们知道国兵戏院以前最多的时候 那观众多少人吗 你真不可能相信6000个人 董事长跟我讲我都吓死了 台湾北市居然有6000个看电影的场地 可是到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了 那我们在长处影城 我们开始进行了长期的VR的播放 那这个播放的过程中 其实也获得很多商业验证跟修整的机会 待会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对 这个是大概我们现在的一个轮廓 非常感谢刘总经理 所以我们大概刚刚听到了 不管是在内容或者是交易的形态 或是平台或甚至通路 那您最近都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成果 然后还持续在进行中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请高雄市电影馆的杨馆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什么你们正在进行的重要的project 那首先我就是寻前面几位讲者的例子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2012年加入高雄市电影馆 那高雄市电影馆 其实就大家所知 其实是一个播放传统电影的这个场域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说它是传统电影 是因为有比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叫做VR 其实老实说为什么会踏入这个领域 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一个高雄拍的短片 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就跟我说 那不然我们来做VR吧 那做短片跟做VR短片这件事情 虽然差了两个字 但是上执行的过程大概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因为它其实非常多的技术障碍跟执行的内容 是必须要跟科技上的技术探讨跟创作者来说 它也是一个全新的创作尝试 那所以其实虽然我们有经营model 是高雄拍的model 但是当我们跨足VR领域的经营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如果刚刚斯明哥其实他有提到 就是说首次从内容开始经营到最后的展场 它虽然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的连结跟建立 但是我觉得我们跟HTC做的有不一样的点是 我们没有经营Headset 那其实在设备上面的优势 我认为这个不是只有HTC 有这个本情可以讲说 我们就是在台湾是首屈一指的大厂牌 那HTC在国际上是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厂牌 至少台湾这个领域里面 能够有本钱做VR的 我觉得其实HTC是足以堪当这样的重则大人 那我们自己本身在经营内容上面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的耕耘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无知VR的短片 开始我们做全能源生活改造王 那导演是徐翰强 那今年其实他也入围了威尼斯影展 他的作品在这次的 文策院的场地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就是把握时间 就是有机会去看 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几个作品 像是何卫廷导演的看着我 他也入围了堪称影展 那包括旧家 其实也是入围今年威尼斯的作品 那其实根源内容的这几年来说 我们相当程度地在产业面上 跟这些创作者有跨领域的对谈 包括留给未来的餐饮 它其实是个舞作结合VR的作品 那明年度的这几个案子 其实我们今年10月已经release出来 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个宣传 在明年度我们其实跟金马的动画导演 短片的动画导演Fish 合作了一个欧顿化结合VR360拍摄的案子 那另外就是一顾的舞蹈家 舞作者夏赫文他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们有一些data 保存他过去的舞作的这个作品 我们用AI的方式把它做一个还原 那其实另外就是 我们其实有找过去高雄在拍摄的导演 黄丹琪导演他今年一个作品是女海盗 其实就是讲一个女性的海盗的故事 从一个画作出发来探讨整个文化跟历史的脉络 他真的是有做过过考据 那同时也是一个跨国核制的案子 那其实过去曾经做过一些跨国核制案 包括跟那个Digital DV Group的合作 Eric他们的公司 我们作为一个喜宴机器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 今年还是会在雄影做放映 做虚拟实践放映的一个IP 那我认为其实我们做VR这几年 我们是从内容开始展开 透过刚刚点击的平台 把它做一个更大规模的展示 那包括现在线下剧院的经营 等一下会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谢谢 那个两位国外的朋友 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是吧 那我能请教一下Eric 您过去的这几年经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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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使用到这个HTC的Vive的产品吗 有的 像我们比较大型规模的案子 我们其中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去让VR更无痛 就是让这个譬如说身体上面呢 头盔的重量可以减轻 那HTC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呢我们常常跟HTC接鞘 这是在去去年疫情之前就有在做的事情 特别是跟HTC的研发部门 希望能可以从原本要背在这个身上这样的装置 然后我们可以用更理想的这种方式来呈现VR的内容 而且它是传输率可以提高更好的体验 就是说使用者他不用花太多时间呢 戴头盔拿下来或者是背这个装置等等 那HTC在这方面就是我觉得也希望 是非常会是非常好的伙伴 未来可以合作 希望这个Eric日后如果有任何采购的需要的话 就直接找我们刘总经理 相信他能够给到一些很棒的discount 那我们现场几位其实这样听下来 其实很多是跟video这样背景是相关的 电影电视作品然后转到VR去 所以这时候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纽约的Tel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其实是把一些video内容 在实体空间当中去做一些运用 那以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跟作品当中 很多其实是不一定会有video的 而是一些实际的一些object 那能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这样的操作有什么特殊之处 或者是有什么您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吗 可以的 我们其实也会用影像 在我们很多的装置里面也会用上影片 我在想思考零售的未来的时候 还有去思考到底未来的发展趋势的时候 我想我的看法跟其他的语谈人很类似 但是消费者他需要更多的吸引力才愿意离开家 他们才能够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是很令人期待的 那么体验他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不管是实体的体验或是数位的体验 对消费者来讲或是顾客来讲 他就是要有更多体验的元素 而且要有更多的价值产生 那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商店里面 我们提供的体验内涵 我们是让他能够结合视觉的元素内容 他可能是比如说投影 或者是实体的体验 或者是任何影像的内容 然后再把它跟其他的感官做结合 比如说触觉或者是嗅觉 听觉等等不同的感官体验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个五感 把它融入那一个片刻 然后让他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品牌跟产品 未必只是从比较广义的叙事出发 而是从这个品牌的精神着手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生活也蛮苦的 除了这个reality之外 又有AR 又有这个VR 然后还有MR 还有XR 这么多的R 其实应该广义而言 就是某种immersive 或沉浸的一个概念 那这时候我想请教一下杨馆长 就是说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高雄市电影馆 在操作这样的一种 比较immersive content的时候 一些比较沉浸式内容的时候 跟传统的电影内容 在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在实际制作上面 它就是一个360的环境 其实它不是 传统的电影拍摄 其实就是180度的镜面 所以其实它在操作上 是必须顾及四个镜面 以及上下 所以它需要的技术的缝合 跟后期 其实是非常大量的计算跟运算 那我觉得除了在操作面上 我们实际在经营这个剧院 甚至在高雄电影节的 策划跟展演平台上面 它跟传统的电影也是差别很大 其实老实说 它比较是一个大型的 视觉艺术的展演空间 那形式上跟类型上 比较类似美术馆 所以其实当时 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以影展的方式 跟宣传去思考它的时候 会变得很挫折 在一开始经营的时候 其实它在运作上跟票收上面 都无法很如期的反映出来 它使经营当的回收 但是这几年 今年下来 我们其实发现说 如果它以展场的形式 来做操作的话 这件事情会变得很顺畅 也就是说展场落地之后 它的一开始的行销点 是在打开展场的那一刻 大家看到这样沉浸性的场域 跟空间的时候 那种经验感 它会从一开始的体验 就先沉浸在里面 这件事情对我们在 十一运作上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点 很遗憾 但是我们是到了三年后 才发现这个模式 对 所以如果是朝一个展场 这样的方向来经营 或者是准备的话 有哪些的硬体设施 会跟原来的传统电影的操作 是不一样的呢 一开始我们做VR 我们必须克服很多技术 跟设备上面的困难 其实第一年做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找HTC做赞助 也非常谢谢HTC给我们的协助 因为其实在展演上面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 购买这么大量的设备 所以其实它某种程度上 是必须跟商业来做协商的 那后来就是说 才发现每一个作品 它都有自己的技术要求跟规格 在我们展演上 例如说 我们跟某一个国家的作品合作 可能它的作品是绑某个头衔 那这件事情上 就比如说我们再去张罗 其他的设备来应应 这样的技术放映的规格跟需求 所以其实它在实际操演上 它要克服非常多像这样的技术细节 那包括声音的定位跟阻隔 跟空间跟向量 这件事情 它都必须要达到 让它的防疫达到最高规格的状态 明白 谢谢 那刚刚杨馆长是 就这整个的运营或者现场的 一些软硬体的一些共同的 co-work状况来做一些分享 那我就会想起就是刘总以前 其实也是文化界的老前辈 这个其实在两岸 然后在一些音乐 在影视的内容都有很多的经验 我记得你曾经有分享过就是 光是去拍一个VR的电影 它的整个concept可能就很不一样 是没有所谓的分禁的这样的概念 是不是 这个部分 师傅总能够请你们 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当然也就一路可以沿到 就是说 这些content 虽然利用了非常多的科技的元素 但事实上人性的部分 仍然是很重要的 这部分也许能够请刘总 跟我们多做些分享 那个 我敢说 那个分享 我们来科普一下VR VR 目前大概会有两种形式的内容 第一种是用摄影机做出来的 就是360的摄影机 这是第一种 就是有很多的全景式的电影 是这样拍出来的 第二种是基于在互动机式引擎上面 包括像Unreal或者Unity上面去做的 我们会通常称之为六轴式的VR 在这个VR里面 其实它是 你可以在这个空间行走的 前面那种形式的VR 多半的从业人员 都是电影导演 然后摄影师 然后后置缝合 它是结合这一块 后面这一块六轴式的 通常你的团队大概都是 工程师 都是写互动的 然后做动画 做美术的 所以在这两种 目前是以这两种 作为整体VR表现 整体VR表现的主流 所以其实刚刚说的 这两种都是一种新的故事的展开 新的故事的展开 比如说我第一年跟蔡品良合作 做了加埃兰洛斯的时候 她那个作品是 节奏非常适合VR的 不知道最近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她最近有个作品叫《日常》 因为她很喜欢记录人的日子 很喜欢记录人的日子 人日子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就像我们现在在下面坐着 你不会一直动来动去 她是呈现这个生活 很安静的那一面 所以那一年我们做的 那个加埃兰洛斯 是她隔壁住了一个女鬼 然后小康在那边 然后她有一个妈妈 所以那整个的风格 她可以 然后她非常 她对于空间的美术的安排 非常厉害 视觉还蛮非常厉害 所以她有她这种方式 第二年我们跟五位导演合作 那开始就有不同的导演去 以不同的方向去做设计 比如我记得印象里面 李宗做的那个是 她把角色设定是一颗被盗 就是她把观众的定位定在 是一颗被偷走的 古老的佛像的头 所以你是在木箱子里面 你会往外去看到 就像今年很棒的旧家 旧家 今年很棒的旧家里面 她是你进去了 你是一个 那个 应该五代同堂的一个老阿嬷 所以你开始 世茫茫的法苍苍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像我刚刚说的六走势 又更不一样了 像我们 我们一个团队 VIR去年跟罗浮宫合作 我们做了那个 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这里面我们把蒙娜丽莎微笑 她的罗浮宫的总监 把蒙娜丽莎微笑 所有的图层 一层一层一层 都跟我们合作 把那个图层都整个 整个横向展开来 你可以看到 她同时说故事 同时我们做了蒙娜丽莎的 3D的人偶 这样 像今年的那个爱丽丝 好奇的爱丽丝 大家可以去看 她把童话故事 把你完全放成 我们跟VNA这个博物馆合作 她会变成是一个 你会进入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你会有不同的叙事的方式 所以这些都是新的叙事体验跟尝试 我还有时间吗 有 我就回答您最后那一题 请尽量说 就是有关于科技跟人文 其实这一题很简单 我一直觉得科技是为了成全人文的 创作者的视野 创作者的人文视野 很多导演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他想要做到 基础会协助他做到 那人文会让科技变得比较有人性一点 变得比较温暖一点 但是我觉得 最后一句话我认为 科技永远是为人文服务的 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 不断有新的科技 那他所记载的就是人类文明的眼镜 大概就是我的心得跟体会 谢谢 非常动人 因为刘总这一路以来的身份的转变 其实也很动人 就是原来是个创作者 很坎坷 做很多不一样的工作 但也走过来了 也感谢有您先行者 然后帮我们来多探探路 所以其实我也很想听一看 因为也许我刚在座 今天非常多的听众都年纪很轻 那如果要朝这个方向去走 就是又是一个创作者 然后又变成一个科技人 甚至是一个经营者 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的转变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心的动机 驱使您来不断的往前走 我觉得可以pass掉我个人 但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台湾这几年来其实 跨域两边的人才 我觉得在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科技之道 台湾有很多的创意 我觉得台湾的很独特的竞争力跟魅力在于 台湾地方小人丑密度高 所以这两类型的人 是很有几乎被碰撞跟交流在一起的 比如说 以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虚拟实境来讲 好了 做VR的其实在世界上的 顶尖的厂商并不多 比如说在美国的Oculus 所以因为Oculus 所以在美国它就比较有机会 领先形成VR的生态系 因为厂商它有必要 必须要去推动整个生态系 但美国这么大你知道 但台湾HTC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领先其他国家 去形成我们VR的生态系 但是台湾地小人丑密度高 叫一叫都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在看来 其实一个微型的VR生态系 在台湾已经映然成型了 去年的威尼斯 我们台湾以七项作品进入 是排队排在第三名的 那么多的国家排在第三名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容易 第二个是 台湾这几年来在教育上面 落实了更多的 在刚刚说的在艺术跟技术 这两端人才上面的整合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我很欢迎更多的创作者 不管你是Engineer也好 Engineer每次都说他们是Engineer美学 但是其实没有 我发现我们有Engineer 也很棒的美学 不管你是科技出生的 或者你是美学甚至人文出生的 我们都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他是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可以融合出另外一个风景 跟美丽的未来 谢谢 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我们文策院成立以来 第一次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 那文策院的成立的目的 也是希望能够 让我们国内的很多文创业者 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其实除了我们这次的论坛 今天的论坛之外 也包括了刚刚大家有提到 就是在星光三月A11六楼 一个室内的展演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 也包括了现在正在进行的 一些媒合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其实这整件事情呢 我们都希望能够为我们国内的 业者能够去创造更多 赚钱 profitable的机会 那在接近快要结束之前 我是不是能够请杨广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就高雄市政府的立场 不管是对高雄市的一些业者 或者是我们全台湾的一些业者 据您所知 不管是高雄或中央政府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协助 就是我们继续朝VR的这条创作路去前进的一些辅助 就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我帮大家盘整一下 有在做VR内容投注跟关注的单位 公司部门 那除了文策院之外 公司电影馆 HTC 另外还有公共电视 我觉得这四家大家把握机会 就是公共电视跟我们一起合作 西级大片局 所以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慢慢地involve 进来这个领域里面 那如果有至于从事VR创作的人 不管是科技的 或是跨界领域的导演的剧场的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的丰富性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因为从我们第一年踏入走VR这条路 我们走叙事型的导演 后来我们发现说 他的跨界跟可能性是没有编辑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近来最有挑战事情的事情 这件事没人做过 但是最有趣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的启发跟想象 也是我们做其他工作所获得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谢谢 那当然最后也是要请刘总 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既然这是一个赚钱的一个business 我们知道目标在那边 好像现在有一些什么东西要跨过 那在这样子一个阶段 以您的经验 我相信在场很多朋友 会跟我有一样问题 我们要如何去说服我们的老板 这件事情是该做的 然后必须要走这条路的 这个钱是一定赚来到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跟我们老板来向上沟通一下 我觉得 不用说服老板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视线 老板看到的是视野 所以他看得更远 所以我觉得 从事新创真的很不容易 任何一个新的东西都是不太容易的 前面几年其实他必须要走过一定的 比较困难的路 但是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因为永远要从A点移动到B点 这是你移动的方式跟策略是怎么样 那在以VR来看 这几年 其实接下去移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我们刚刚在楼上秀一次在分享说 大概在八九年前 Netflix刚进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那个没有什么版权 那个不行的 怎么样不行的 结果不到几年的时光 大家看到整个OTT 整个Netflix 就是全部的全面性的占领每个人的手机 平板电视 所以科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只是他常常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容易尝试 那个打开打开视野 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未来 谢谢谢谢 其实综合今天四位所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 接下来如果我们要跟老板沟通的时候 不管是PowerPoint或Keynote 我们大概都知道要怎么做了 有哪些Vision是我们可以播化出来的 有哪些KPI也是我们可以试着去落下来的 好 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QA时间 好的 我们现场观众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online 跟两位offline的贵宾 好的 好 那工作同仁帮我们挑选了 就是在那个slido的那个发文平台上面的 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照念出来 因为我都还没看过 VR的硬体普及化 与穿戴式装置无法太久使用 是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 请问建立大型的体验场馆 该如何以强而有力的内容吸引消费者 并用怎样的方式引导不同的装置体验 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 已经快要凌晨五点钟的在巴黎的内卫 来先帮我们回答一下 我怕他睡着好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也就是说呢 能够让这个市场更大 而不是说只对于VR 或者是说对于VR有兴趣的人来参加 其中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是可行的 而且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尝试的 也就是说把backpack去掉 比如说VR real time rendering 我们需要的是电脑的power去做 所以通常我们会 会用不同的公司的 比如说MSI HP的这个backpack 但是他需要时间 就把它光是把它背上去啊 拿下来就花很多时间 所以现在用cloud rendering 用云端的渲染 让这个也就是说渲染的power 用data center去做 然后也就是说local去做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子来玩的人呢 他们就在穿戴装置的时候 相对的时间比较短 接受度会比较高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VR眼镜 怎么解决 作为一个内容的制造者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其实他能够越清是越好 当然这个技术还没有到没有错 但是我们现在的方向已经是正确了 因为他的power 然后他的解析度 而且他的重量都是越来越优化了 所以在新的一代的VR的眼镜 其实是朝这个方向去前进的 所以我其实很很乐观 而且我很有信心 我觉得在几年之内 当然到底是几年我很难讲 我觉得因为市场在成长 所以就有动机去做 比如说HTC也是朝这个方向 比如说Oculus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做 也就是说350美元 然后是一个stand alone headset 那他的重量是比较轻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观众 他觉得这个重量戴起来比较轻 他戴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不适 那还有呢 戴起来也比较轻松 准备的时间会减少 所以我们刚也有讲到的 这个VR的眼镜 他的重量越来越轻 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说 就会用这个混合的device 就是AR VR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的device 比如说AR 很多人会说在未来 他会有AR眼镜的产生 所以AR VR的跨界结合在一起 因为其实Apple就在做这个 明年应该会推出来 所以我们讲到要推广 给更多的人去接受 比如说AR AR的这个眼镜可以做VR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也就是说在未来 眼镜会越来越轻 这个 在长久的来看 甚至可能就是说一个植入的物体 或者是说它是什么很轻的东西 戴在身上 然后非常的轻 你按一下 他的头色的东西 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那么然后现在的科技 已经朝这个方向前进了 所以我是乐观的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快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 我们是否能够请在纽约的Terry 快速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刚刚AR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他的专长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比较tech一点 但是从您在纽约 跟即将在Miami的 这样子的一个show fields的一些经验 跟作品看起来 您在art方面的input也蛮多的 那请问您是否会用 比较不同的approach 来看待科技跟art 跟人文一个整合的一个使用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刚刚听到的这一些讨论 还有大家台上的长官讲的这一些分享 其实最重要的讲的就是跨界跟融合 很多人会说接下来零售业何去何从 我觉得答案就是可以去看video 还有我们的以前的2D到3D 我们的电影过去是怎么走的 因为现在又有VR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也就是说在实体店面的体验 你要怎么去思考 你要想到说有没有办法 就好像是VR的360度的体验一样那么的好玩 比如说每我每个我每个星期大概 戴我这个VR的这个眼镜大概是八个小时 我会去想比如说他会让我去想到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实体的空间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到达一个目标的工具 科技是一个工具 因为今天客户来了 他其实希望能够更加的利用武感去体验一个沉浸式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叙事 在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的空间之中 怎么样尽到最大的效果 那么同样的我们的电它是一个平台 它是艺术艺术家的平台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领受的空间 就是他们展现的一个艺术馆展现的舞台 所以今天顾客来了 他来这边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那他眼睛看到的是实体可以感受得到的 他的眼他的他的嗅觉视觉听觉360度 他都有东西可以去感受 那么他感受到的是艺术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360度的感受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跨界 同时也要去思考看到的 其实是新的一个新的一界的人才 也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在走 要跨界的人才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这一些顾客 他们要的是什么 这就不是一个单一领域的人才 他可以去思考得出来的 所以随着时间的眼镜 我相信业界会朝这个方向前进 就是个跨界跟斜钢的年代 那第二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就让国内的二位来帮帮回答 这个问题是VR设备对PC及相关执行硬体条件要求很高 设备在一般家庭并不普及 XR娱乐会成为主流吗 我们是不是请杨馆长在就是 你在实际场馆的一些运营的经验比较丰富 请您先帮我们回答 我觉得设备的整合这件事情 刚才看到那个PPT上面 也有人在问说这件事情会不会统一 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VR现在市场还不成熟 所以很多东西在研发中 市场这件事情是所有兵家大厂就是必争之地 也就是说 现在超前部署的正好就是为未来预做准备 也许我应该是 我的解读应该是没有错的 所以为什么会绑头衔 为什么会绑设备跟绑内容的原因在这里 他们都希望是抢占市占率 所以目前来说还不会 但是未来有一天等到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 那我当然是相信我们国内的厂商可以胜出 明白明白 所以刘总应该可以明白 为什么我让你来做ending了 来 请你继续把这个问题给回答完吧 我觉得应该是说 线下不会成为线上的责重方案 其实VR是一个个人设备 它是一个让你在家里面 能够连线上去的 能够连线上去在一个线上的社群 或者线上的不管是游戏或者电影 你可以直接的去享受这样的娱乐 这个事情是我们的方向 至于刚刚说的电脑运算 或者传输速度 那大概都不是问题 因为那个东西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就过去 那为什么现在会有线下 其实大家都以为线下是因为 因为现在我们的设备不够不普及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责重方案 就是说 因为现在一整套下来要10万块 那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买 那个蛮辛苦的 就是说 那做一个责重方案去替代 让大家有一个VR的体验 其实不是的 线下它是一个独立的 沉浸式的社群娱乐 有一个方式 那只是说 目前我们必须要考虑 就是说 把线下目前所存在的实体空间 跟社群必须要考虑进去 不管你的内容怎么设计 这件事情就跟你 你能叫UberEat你干嘛去餐厅 去餐厅就为了有热腾的食物 跟有朋友陪你 陪你说垃圾话 对不对 还有那个餐厅的氛围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线下店 要把这三个东西都考虑进去 但是至于线下店 会不会像Erik他们 因为他们欧美 欧美就是什么 欧美地方大 所以他可以做个大厂馆 让人在里面跑来跑去 那同样的东西 你来台湾一做 或者在日本一做 你就面临经营的危机了 光租金就付不起了 所以你必须找到 你属于你自己 适合你区域的形式的 比如说我们在思考 就是说一块可以震动 跟创造体感的地板 它会让你戴上VR的瞬间 你会置身在海里 你会置身在山上 你会有太空漫步的感觉 那这个东西就是创造VR 第一个是集体式的体验 就我们两个干嘛一起去 这一定我们朋友一起去 一定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团体 在这里面共同体验到 一些难得的经验 所以剧团的专业必须会进来 剧团专业必须会进来 所以它可能会有点像 像纽约 它有个sleep no more 它把一整楼这样弄 那台湾很难弄一整楼 可是我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就可以创造出 那一整楼的经验给到你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它有的是 有的是比较刚性的问题 刚性科技的问题是最好解决的 反过来是在内容上面 你如何去设计一个 适合你的地域环境 适合刚刚说的 你必须要到点消费 并且适合你所在的国家 你的人文 你要怎么去修正它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 后面在座内容里面 真正的挑战跟有趣的地方 谢谢 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就是因为online的服务 兴起之后 那当然对我们 既有了一些实体的服务 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 其实我们正在一个 一个无法回头的一个点 就是瑞凡我们回不去了 那个翻译的同事 可能会要打我待会儿 在这样一个点上 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方向是什么 可是并没有太多明确的一些网例 或者是guide line可循 所以非常需要 我们大家一起来co-work 那今天这个场合 其实也是很鼓励大家来co-work 在不同产业的伙伴们 我们可以一起来 跨界来做一些合作 然后把这些可能性 从原来我们想象当中 把它给实现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虚拟娱乐市场 线下新商模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谢谢 也欢迎大家继续去 11月22号之前 在我们A11的六楼 都有TCCF的活动 谢谢大家 感谢主持人与讲者精彩的演说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撤掉椅子 那各位请在台上留步 我们与国外的讲者一同合影 我们先来一张和国外讲者合影 然后之后在国内的讲者们合照一张 好来 好来我们请看那个中间摄影机 好的我们谢谢 那还要在 对不起还要在国内的共同一张好了 因为刚刚画面有一点偏 好的谢谢 请工作人员协助讲者离场 请工作人员协助讲者离场 好的